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是建立在最新发现 最新命名和有效管辖和实际控制的技术之上的 中国发现黄岩岛最早可以追溯到 13世纪初的这个元代 民国以来我们对南海主岛包括黄岩岛在内的有过三次的命名 1935年命名黄岩岛 1947年黄岩岛命名为民主教 1983年中国定名委员会命名黄岩岛 同时把他的副名定为民主教 中国发现了黄岩岛之后 应该说黄岩岛一直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 另外黄岩岛附近海岳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的作业渔场 菲律宾对黄岛的传统或者说非分之想 始于最早1997年 当时菲律宾派遣了海军登上黄岩岛 摧毁了黄岛岛上的中国设立的主权备和其他设施 那么当然中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那么驱离了菲律宾的武装人员 那么菲律宾在2009年的时候 又通过临海基金法案 把它非法侵占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黄岩岛 拿入它的领土范围 其实我们要看一看相关的史料和地图 就不能发现黄岩岛根本不属于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三个国际条约决定的 第一个是1898年的巴黎条约 第二是1900年的美西华盛顿条约 第三个条约是19300年的美英条约 那这三个条约就已经明确界定了菲律宾的国土范围 那么菲律宾国土的范围 第西边的边界线也就是东京118度线 那么无论是黄岩岛还是其他南沙群岛 都是位于这条线以西 显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黄岩岛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 那是无可争议的 菲律宾对黄岩岛的非分之想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是非法的